端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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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端木證 有啊你們 派菲市的派菲市公會執行長 是端木證 你們怎麼又找端木證 這個還不會吧 他是那個什麼神紀會的執行長 天啊 那要不要換 目前進度 會不會換人 是X貓說 你們到最後兩天都還在募款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就是民眾黨發函給那個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 對 但是這個公會裡面的 會計審計委員會的執行長 就是端木證 那委員怎麼看會覺得說 這樣子就是又繞回原點嗎 還是又要推給端木證這樣嗎 沒有那個 會計師公會 他延期查账 不是派那個會計審計委員會的那個委員 他是有 會計師有輪調 但是所有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 那大家去排 那個去排 看輪到誰就派到誰 嗯哼哼 但就是不一定會是端木證就對了 不一定 那機力很低的 我倒希望他派我啊 所以我也會希望他派你嗎 因為其實蠻多網友就在敲碗說 其實應該要就是 呃 來找你去當第三方來幫忙查核 如果這樣的話 委員會願意嗎 應該派我 應該派我 可是塊市公會不能這樣子做啦 因為 因為那個 我們有輪調制度嘛 就是說 是 是誰 輪到誰就是誰了 啊 啊你不能說 因為是政治 關 因素 就 就直接說什麼派我去 那這樣 這樣就 會計師的公信力就沒了 哦 原來有這個制度這樣子 對啊 那本來就有個制度在 所以不是說 不是說你要派誰就派誰了 那會剛好輪到委員嗎 機率很低耶 哦 機率很低是不是 那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欣然接受對不對 我當然接受啊 這個只是空者也沒接受 那因為其實有人發現說 呃工會裡面 會計審計委員會的執行長 就是段木正 那就是有點在酸說 呃 這樣子其實是一個 就是一個巡迴在做白宮 但是應該也不會派到段木正吧 呃 絕對不會 那自從這個事件 尤其段木正會計師 已經現在 交往後傳 他已經設入一個 跟公眾有關的事物 而且現在他的責任 未明 絕對不會是由他來做 就算他在輪子名單裡面 我們也會把他派出站位 那後續我們 會計師公會 成格聯合會的 紀律文會 也會就這件事情 來 就段木會計師 他這個案件 來做一個調查 所以我們有一個評鑑效果 請向他聯繫 來做調查 柯文哲這位科大主席 真是太荒謬了 發一張文 就要台北市的會計師公會 來擔任他們 第三方認證的會計師 天底下有這樣的事情嗎 就像如果你犯了法 難道說你也同樣要發一個函 叫台北市的律師公會 派出律師來幫你打官司 來幫你辯護嗎 柯文哲現在完全沒有搞清楚狀況 那就是不論是律師 會計師或者是醫師 當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是必須要好好的請人家 委託人家來幫助你 而不是用發函來解決事情 根據我的了解 如果台北市會計師公會 現在收到函之後 應該是會委請值班的會計師 來詢問他們 是不是要接柯文哲民眾黨的案子 人家可以接可以不接 但重點是對於柯文哲這樣的行為 根本就是夜郎自大 自以為是 認為全天下 只要柯文哲發一個函 就要來幫他辦事 好 觀眾 馬上帶你來關心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身陷這個政治獻金的聲報風波 今天下午呢 他是出席了黨中央的這個會議 不過呢 進到這個黨部之前 也被問到現在整個查賬的進度 柯文哲是沒有多做回應 只是說先前呢 這個黃珊珊是表示 目前他們的查賬已經達到八成 接下來也會請第三方會計師相關的單位 來幫忙審查 只是他們呢 是行文給了這個台北市的會計師工會 但是現在卻被發現喔 這個審計部的執行長就是端木正 那今天柯文哲被問到的時候 是一臉驚訝 帶您來看 可以請問一下 端木正 端木正 為什麼就是 找到端木正 後面有到的頭 有啊 你們也是的 端木師工會執行長不端木正 是端木正 你們怎麼又找端木正啊 現進度怎麼樣 這個還不會吧 那個是 那個什麼神際會的執行長 天啊 放到好笑 好 可以聽到柯文哲是一臉驚訝 還直呼 天啊 這也太好笑了吧 不過其實民眾黨除了在查賬整件風波 都繼續延燒之外 他的妻子陳佩琪呢 去看了這個億萬豪宅 也是持續讓大家是受到討論喔 大家是在想說 那個醫師能夠來負擔這樣子的豪宅嗎 那現在網路上面有非常多不一樣的聲音 而除此之外呢 整個民眾黨的內部似乎也有一些風波 包含了前立委蔡壁如 他也指出喔 這個2026是不是就讓這個黨內自稱戰狼的人 來負責來選舉呢 那現在柯文哲面對到種種的問題 要一一拆彈恐怕也不太容易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這一些照片 民眾黨假仗怡雲全推給會計師端木正自行調節 再切割時任財務長李文宗 近日說要請第三方協助查核 發行給臺北市會計師工會但 綠委林軍現在就發現工會裡 會計審計委員會的執行長端木正的名字又出現 只想毫無公信力何必做白宮呢 陳欣建議去找朱主席求救 現在救得了你們的恐怕只有他 柯大主席真是太荒謬了 如果你犯了法 難道說你也同樣要發一個函 叫臺北市的律師工會 派出律師來幫你打官司 來幫你辯護嗎 工會不讓端木正協助查核 民眾黨已反擊林俊憲誤導輿論 工會會輪派會計師來協助簽證 但柯粉大媽老司機看到新聞推播都留言 Oh my god 前黨員張喬玉則算 最後一次考驗危機處理分數還是零 民眾黨已經沒救 還有人直接點名公正第三方 應該找他 找羅鼠磊還查啦 真的 找羅鼠磊啊好不好 我不知道會不會問到 但先前有先告知說 可不可以請你們幫忙 然後我們就做一個正式的去函 羅鼠磊接球就看柯粉澤點不點頭 民眾黨夾仗風波延燒 想找到公正第三方會計師 解決黨內燙手山芋 怕是難上夾難 三選黃盛續權台北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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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選黃盛續津 三選黃盛續 essay